大家好,我是ZC 今天跟大家聊聊发生在北宋的一个故事 北宋的神宗皇帝年轻有为 他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呢 就点了王安石做宰相首府 跟着王安石一起要搞改革 那王安石要搞改革呢 他就研究我们到底应该改哪些事情 结果呢 在征集这个意见过程中 有一个意见 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东晋汴梁城的郊区 有一个大兵工厂 号称亚洲第一 专门生产精良的战备武器 这兵工厂员工呢 有成千上万人 这员工就联名写信 就跟上级领导王安石反映说 这个兵工厂主干道修得不合理 崎岖蜿蜒 特别狭窄 晴天一身土 雨天两脚泥 原料运不进来 成品运不出去 极大地影响交通效率 要想复先修路 我们兵工厂这么受影响 就因为这破路修得太差劲 领导和群众联名要求 把这个路改造一下 我们修一个笔直宽敞的阳光大道 这个方案呢 送到了王安石和神宗皇帝哪里 然后两人就开始商量 我们注意这个方案 领导支持 群众认可 方案合理 条件具备 问能不能干 告诉大家不能干 因为还有第五条 第五条叫什么呢 分析过去 就是你得分析 当初这事是谁定的 他是怎么想的 你必须要分析 反思完过去以后 你才能干呢 神宗皇帝跟王安石就开始反思 这个兵工厂 这破道 到底谁定的 谁修的 他怎么想的 查答案 一番答案 傻眼了 白纸黑字明确记载 这个兵工厂的主干道 曾经是宽敞笔直的 宋太祖赵匡映 亲手给改成了 现在的崎岖蜿蜒 特别不好走的破路 大家不明白啊 那么好到 怎么改成 这么垃圾了 神宗皇帝还问王安石 爱卿啊 你能理解吗 王安石说 不能理解 神宗皇帝也说 我也不能理解 这里就有一个重要原则 请大家务必记住 我们只改变自己 能理解的事情 我们绝不改变 自己不能理解的事情 人的有敬畏之心 我们的什么科学 文化 知识 智慧啊 都是有限的 天地之间 无穷无尽的知识 无穷无尽的信息 很多东西 我们根本就不了解 所以 你能理解的你就改 你不能理解的 不要随便乱动 人类最大的问题 不是无知 而是自大 以为自己有点知识 有点权力 就老子天下第一 什么都想改 那是不对的 王安石跟神宗皇帝就商量 我们只改 自己能理解的 不能理解就不要改 我们的太祖武皇帝 英明神武 智慧如海 一手创造了帝国 他会犯这种常识性错误吗 应该不会 但他为什么犯了呢 不理解 那不理解就不要改 没有动之后呢 群众当然就有意见了 挺好一个事 都提了建议了 你们为什么就不改呢 结果这件事 大概到秋天 就出现变故了 由于王安石 他们推行新法 引发了明辩 有些人特别有意见 再加上一些奸细的作乱 还有一些叛党的加入 这兵工厂就被几千个暴动的暴徒给占领了 有人组织 有人牵头 打开武器库 拿着强弓硬弩 准备要攻击皇宫 如果这帮人冲出兵工厂攻击皇宫 大宋朝江山变色 天下大乱 但是在关键时刻 兵工厂只有守门的四五个老军 岁数大的老头 那一千多个暴徒啊 拿着强弓硬弩 要往外冲锋 关键时刻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兵工厂的主干道特别崎岖狭狭窄 几个守门的老军往里边堆点货物 留一个小缝 一次只能出来一个人 那暴动的人出来了 几个老头就拿木棒在门口等着 出来一个削一个 出了一个削一个 一下午就把局面控制住了 等朝廷的中央部队来了 一下就把这个暴动给平息了 大宋朝度过了一次严峻的危机 因为赵匡应懂的一个基本原则 别人不懂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这个原则是要害部门的路 就不能太好走 你要太好走了 那你就方便了敌人 你就坑了自己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但是赵匡应想到了 而且更加神奇的是 隔着那么远的时间 那么远的空间 想到的 赵匡应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素质 就叫远见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最后也希望你能为我的视频点个赞并分享出去 还没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CC之后的视频了 看CC的视频 让你成为追牛时最亮的仔 谢谢大家